旅游的旺季来咯 为了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中国黄山优美的风景 以及著名的景点等等 黄山旅游局特别和旅游业者合作 到洛杉矶宣传黄山之美 欢迎大家到当地旅游 感受不同的风土民情 春暖花开 宜人的天气 迎接全球热闹的旅游季 日前中国黄山市旅游局黄山旅游委员会 到美国洛杉矶和联谊假期携手 共同的推广中国著名的黄山景区和古灰州文化 黄山旅游王主任表示 黄山不仅仅只有一座山 黄山其实还有很多的灰文化 灰文化的底蕴非常的深厚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灰商 比如胡雪原 它是红顶商人 它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非常大的盐商 并且在灰州的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厚 并且灰州文化与藏文化和敦煌文化 并称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 有人说是在山上是看风景 山下是看灰州文化 并且灰州文化里面 我们有石雕 有砖雕 还有木雕 雕刻非常的精致 我们的民宿有近几百家民宿都非常的精致 并且民宿里面的房子 有很多都有近百年的历史 我们也希望美国的市民能到黄山去看一看 看一看黄山的风景 了解一下灰州的文化 感受一下灰州人民的热情 也希望了中美两国人民能够在中美旅游年之际 能够相互走动 更加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深情后裔 也希望美国市民能多到黄山来观光考察来创业 黄山市位于中国安徽省南部 是世界知名的旅游圣地 它与黄河 长江 长城 一起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绝美的景色 自古就有黄山归来不看月的美誉 同时更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每年吸引各国旅客前往游览 年一假期推出了精选行程 要让大家深入感受黄山之美 更多的讯息请至网站查询 着手规划你的假期吧 中望电视采访报道